字幕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大家好 又是我PST韩国小PINKIKI 其實來韓國你一個人想做文青 一條男人度就幫到你了 但是拍P wedding 和閨紋照 這麼重要的生日 怎麼可以媽媽夫婦呢? 其實之前好多朋友都問過我 究竟拍P wedding 和閨紋照去哪裡拍好的 大家看過我今天這一身裝束 就知道我又要帶大家去一個好地方 好 今天我就來到這個位於高蘭區的 Jenny House Tundam屋裏面 自拍這個studio 它是整棟的 有一站式服務 有整頭髮 化妝 然後拍手為止 一站式服務 聽說這個studio的makeup house 是很多明星要用的化妝師 第一時間就知道是誰 首先有孫麗珍 宋之蝦 李聖經 和李忠誠 而聽說我今天的化妝師 就是孫麗珍的美容化妝師 大家想不想知道我現在 我現在一會兒真的不行了 然後如果一會兒戴完之後 我會變成我的孫麗珍 我會變成我的孫麗珍 他會變成的孫麗珍 因為我已經沒有決定 我現在已經完成了我的化妝和髮型了 剛剛已經提到幫我化妝的老師 就是酸藝珍的御用老師 誰知剛剛再看幫我做髮型的人 近來我也很迷的 所以我覺得我現在是一個 酸藝珍和吹柔情的混合版 好吧,我再說一句 我們現在會再去旁邊的攝影室 好像是我的 我扔吧,進去吧 很多朋友都問我究竟在韓國哪裏拍婚紗相好 然後我現在可以推薦一個我試過的地方給大家 剛剛才幫我穿的衣服的人 他會很快就很清楚你需要什麼 然後就幫你做到最適合你的身形 還有穿的最後出來的形狀 還有這裡好像剛剛短裙 大家都看到我在這裡選 這個長裙都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大家想要高腰一點、低腰一點、散開 甚至簡單的也有 還有這裡我最欣賞的就是它的裝修 因為它的裝修都是復古風 可能我個人真的是一個超級復古迷 所以我覺得這裡的裝修很漂亮 很簡約 但又不實一種魂味的感覺 所以大家知道想去哪裏拍婚紗相 都可以選你這裡 我們待會就會去第二邊的攝影棚 真的拍照 現在這裡就是選衣服的 好,那我現在就來了它現在這個studio裡面 它雖然你看起來不太大 但它是夠精緻 即夠細緻 每一個位置都做得很好 即它外景雖然很小 但它都會有每一個角落不同想表現的東西 而且好像剛才正那樣的攝影棚 你這樣看下去好像沒有什麼 但我一拿相機出來拍照 整個是超華麗 好像你去了一個皇宮上面拍照的感覺 覺得是細節 一般港澳那邊其實都很流行 所以現在也剛才有一對香港夫婦 在拍攝攝影師 攝影師很有趣 會跟他們說你怎樣拍是最漂亮的 所以很專業 希望我們今天這個video的資訊 可以帶給大家 即是想來拍pre-redding 或者閨密照 甚至你是純粹想拍一些寫真照的朋友 都可以參考一下 大家不用再選擇 去韓國去哪裡拍照 這麼煩惱 希望可以給大家一個多一個選擇 還有可以更深入了解韓國拍婚紗照的情況 還有內容 好了 今天的時間就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可以喜歡這條影片 還有大家不要忘記訂閱我們KSDTV的頻道 還有Like我們的Facebook 喜歡這條影片的就給個Like我們 還有如果有什麼問題 就在下面留言留言給我們 我們下次再見 Andyong 面 cone 灌烈 面